这所监狱关的都是穷凶极恶的犯人 为了让他们绝望 监狱是建在海上的 没有人能逃出去 要么在这里终老 要么进海里喂鲨鱼 这一天监狱里又来了一个狠人 他浑身剑子肉 对于新人 玉瑾都有一套特殊的照顾方式 进了间房 同牢房的玉友直接给了他一个摸摸哒 上面那个也来一个摸摸哒 看来他们是看上了他 玉瑾刚走就听到玉房出来声音 两人会心一笑 可扭头回去 杰森对玉井淡淡的说 他们不小心滑倒了 我什么都没干 吃饭时有一个不怕死的玉爸过来挑衅 一口老痰给他加餐 你人还怪好的嘞 后面的小弟还想偷袭 看我不废了你 谁惹不好惹我 对对对就是这样 一个一个上 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最强单挑王 这是一座建在海上的监狱 未未维持监狱的盈利 女律长一直在定期举办一种死亡率高达70%的赛车运动 全球的观众为这一项运动起名 死亡飞车 监狱里关押的都是穷凶极恶的无形犯 想要离开这里 需要在死亡飞车比赛赢下五场 巧的是 杰森入狱前就是一个出色的赛车手 听江湖人说 他还当过最强雇佣兵 而他入狱的原因是杀害妻子 不过是有人栽赃他的 阅长给了他一项任务 让他顶上一个赢了四场 但是已经挂掉的面具男 只要赢了最后一场 杰森就能被无罪释放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报酬 是因为面具男就是死亡飞车比赛的收视保证 杰森不答应也得答应 很快他有了自己的小队 队伍中的教练为他介绍了比赛规则 每次比赛分为三场 前两场尽可能的除掉对手 最后一场比速度 刚说完 一个名叫大炮的男人过来了 他也是一名赛车手 面具男就是在他手上受伤的 不过大炮并不知道面具男已经挂掉 杰森已经成为了新的面具男 他还给杰森这个新面孔起了个外号 秃子 很明显他在嘲讽他秃顶 并且立下了flag 下次比赛一定要了面具男的命 杰森在操场上看到了一群外出执勤回来的犯人 他们的手上都戴着手环 这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跑的 他忽然想到杀害自己妻子的人 手腕上也有一个同样的手环 他怀疑这是一场阴谋 但是这里没人信他的话 更何况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一辆大巴缓缓的驶进了海上监狱 从车上下来的是一群大妞 他们都是从女子监狱拉来的领航员 女人纳美上了面具男的车 双方打了招呼 听到面具男的声音 纳美就知道换人了 关上车窗 面具摘下露出了帅气的脸庞 小样不迷死你 记得给我好好领航哦 看到面具男重新登上赛场 全球的观众都沸腾了 一场全新的死亡飞车正式开始 信号灯亮起 就辆装甲赛车冲出起跑线 是一个出色的车手 但是对于这种不比速度 比杀伤的比赛 他还是有些生疏 更何况 预长还为比赛加入了新规则 从第二圈开始 地上的井盖就会刷新道具 剑代表武器 盾代表烟雾和润滑油 而骷髅代表死亡 只要车子碾过 迎接他的就是车毁人亡 这是第一个出局的车手 接着是第二辆 一个车子被前车撒下的爆胎钉掀翻 后车又及时的补上了一枚炮弹 直接把它炸飞了 倒霉的杰森终于获得了武器 但是机枪全因为故障卡住了 纳美爬出了车窗 用力敲打 旁边的车辆 趁机对他们进行扫射 幸好杰森的车技过人 没让纳美受到伤害 大炮开车追了上来 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杰森 杰森获得了护盾 但是纳美却告诉他 整车的防御系统都塌坏了 他直接让纳美坐到了自己的腿上 然后打开副下弹射 汽油罐瞬间上天 撒了后车一身 然后拔下了比发动机都重要的配件 点烟器 就这样 第三位车手出局 现在只剩最后一圈了 一个胡子男对杰森做了一个射击的手势 这和杀害他妻子的凶手手势一模一样 杰森一个黄身被撞到了一边 第一场比赛结束 他是活下来的最后一命 车辆检修时 小队成员发现防御系统根本没有问题 御长单独会见了杰森 没有因为名次质怪他 反而解开了他的手铐 杰森的女儿被领养了 想要见到女儿就只能出去 杰森明白了 自己妻子的死很有可能和御长有关系 他找到白天向他做手势的人一顿暴揍 杰森从他口中得知 是御长指使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目的只是为了让他来顶替面具人 所以杀害妻子栽赃给他 将他带来监狱 得知真相的我眼泪流下来 他得复仇 正当杰森准备解决男人时 御警阻止了他 第二场死亡飞车比赛也要开始了 现在还剩下六名车手 比赛一开始 杰森就问纳美 老的面具男是不是他杀的 上次防御系统的故障是不是他搞的鬼 纳美承认了 但他只是在老面具男的车上做了手脚 因为御长答应他 只要面具男不获得胜利 就会释放他 现在御长也同样让他阻止杰森获胜 所以杰森想要获得胜利 离开监狱很难 知道了这一些 杰森就盯上了杀害自己妻子的胡子男 他拿上了武器 然后直接掉转车头 两辆车开始护射 然后掉头释放烟雾 仇人直接起飞 他从车里爬了出来 杰森直接倒车将他转方 然后戴上面具 下车首刃仇刃 这场比赛御长要更刺激 只有收视率的暴涨才能为他带来财富 所以御长的秘密武器上场了 一辆巨无霸装甲车 仅剩五名丑手被他干掉了三狗 香奥活下去 剩下的杰森和大炮必须合作 两人通过无线电确定了计划 他们并排压走了骷髅紧盖 走过了障碍 但后面的大家伙可就没这么灵活 御长气坏了 第二场比赛结束了 杰森和大炮受到了所有人的追捧 他们都在等着第三场的终极对决 杰森知道 即使自己获胜也走不出这个监狱 或者说没有人能走出这个监狱 于是他找到了大炮 想出去就得合作 御长也确实不会让他出去 为了防止杰森获胜 他已经悄悄的在杰森的车上放了炸弹 第三场开始 大炮的车上真的装了大炮 那辆车依旧打得火热 每次杰森要获得武器时 御长都会及时关掉 这完全就是黑幕 你这个老六不公平 眼扯着车尾的护盾快要被打穿 杰森直接把护盾卸了下来 不过并没有对大炮造成伤害 大炮直接两发炮弹打来 杰森有声躲过 但围墙被轰出了一个洞 等烟雾散去 御长才发现两人越狱了 车上的所有武器都被御长远程关闭 直播被中断 他按下了杰森车上装的炸弹 但是比赛前 炸弹已经被小队发现并拆除 沿着跨海公路 杰森和大炮并排走着 他用提前准备的油桶组成了追兵 但是天上还有直升机 两人分开逃亡 杰森的车上忽然跳下了一个人 再往车上看 是纳梅开着车 他的释放力已经签署了 所以被捕也没有关系 等车被阻停 带着面具的纳梅从车里钻了出来 而在不远处的火车上 杰森从包里掏出了两条花裤衩 御长收到了一个礼物 当他打开盒子后 发现重视那个炸弹 哦哦哦 我杀青了 拜拜了 好了 死亡飞车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哦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